我從國中二年級就開始在這邊一直上到高中三年級結束 對 國中的話是數學跟理化 然後高中的話是只有數學 那這樣的話這邊要分兩個來講 就第一個是在這邊學的時候的感覺啦 就是跟這邊的不管是主任啊老師啊 大家其實就是一種好朋友的感覺 所以其實還蠻開心的就是下課啊 然後有時候在那邊打打嘴炮講講幹話 對然後同時在問問題的時候也不會有那種距離感 就是你有什麼問題你就問就好 然後都一定會得到解答 所以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如果是只學習上的話 因為像我自己是中文系的嘛 所以其實在離開高中之後 並沒有再繼續去接觸數學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還蠻棒的就是 因為像李翰老師他會給我們就是 邏輯的想法 就是像在導正一些 一些算式的時候 他是直接從原理上面去導正 所以從這邊的這個邏輯 不管是在數理或者是在文科文學上面 其實很多的邏輯是相同 因為你沒有邏輯其實你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思想混亂的人 所以我覺得雖然說數學很多式子 可能我之後已經忘記了 但是基本的一種概念跟邏輯還在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在這邊收穫最大的 我會像我剛剛講的啦 我會像我剛剛講的啦 就是這邊的整個學習並不是那種 死基因被或者是塞很多很難啊 或者是很多不同的那種 就是很花式的題目給你 他就是李翰老師他就會給我們一種 觀念 他就是從最基礎的觀念 然後慢慢去演化去衍生 不管多難的題目 都是從最基本的觀念去理解 所以所有的式子啊 所有的 所有的不同的 不管是代數好了幾何好了 全部都是從觀念入手 所以 近來是簡單的 所以在前面觀念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可以得到蠻高的分數的 那到後面的話就是 這些式子的應用 這些 基本的 算數的套用 那剩下這部分的話就是看個人的 細心程度 那其實只要細心的好的話 那在前面邏輯的幫助下 後面也是學得很容易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學習 也是至少對於我自己來講 是比較容易去學習的 對於是 我要學習的 大家好